他的主要傷害是用這個 就是魔力反應疊起來之後 然後用1技打傷害 這邊看起來是1技打傷害嗎 然後這邊用地獄火焰是關鍵嗎 1技然後核心攻擊再1技 這等於說兩次的1技 應該說尤其是第二次的1技是 重點 就是可以打一個大傷害 你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們已經有抽的話 ok嗎 QTE然後 假設五命的情況 就是三命可以拿到 然後Q可以再加攻擊力16趴嘛對吧 16趴 24趴不是16 所以QTE換成他 然後Q打一發 然後再用1打一發 然後可以重置這個核心攻擊 然後用點蹦下去之後 可以再重置1技 1技再打一發 簡單講這樣 對要稍微熱擊就是Q 然後1核1戰 大概就是大概就只有這個節奏 這等於說我們如果有拿到三命的話 他的這個傷害上升可以來到280趴 原本是210 然後變成280 因為70乘以4 280 OK吧 一樣是壓滿 然後就可以直接打一個 核心攻擊一個大傷害 然後冷卻 最後是這個 火鳥速射跟一般攻擊獲得火鳥 連骨後使用火鳥射擊箭矢 收回所消的火鳥連骨重疊盒 就等於說你如果你有五命的話 就等於說你可以打兩次核心攻擊 就你打了一次之後 你好不容易累積了1加1加2之後有沒有 打了一次大傷害280趴的核心攻擊火鳥嘛 打完之後就沒了嘛 你核心就沒了 你的泥魂也沒了嘛 那他這個意思是說他可以收回 這個時候你可以打兩次 乘以2 所以你才乘以2 都蠻好理解的 這等於說你如果你有五命的話 你就是技能打滿 壓著不要放 壓到最後結束 就跟連鎚一樣 壓到最後結束之後 馬上觸發兩次核心攻擊 蹦蹦 這樣 蹦蹦 那這三有多少我不知道 但基本上這個操作就是這個樣子 你們如果已經有了可以去自己去測試 看看好不好用 對 就是蹦蹦 所以這個蹦蹦會 還有三命這個效果來說 他可以他的這一次可以帶 可以打出280%的 核心攻擊傷害 然後再乘以2 所以總共是560% 看看 核心攻擊會好嗎 哦好了有沒有好了 因為直接核心攻擊 然後好了之後 可以再一再重置好有沒有 他這隻應該是五命的吧 對吧就跟我講的一樣 有理解吼 你們可以打個Q 然後加攻擊力哦有沒有 他加了攻擊 所以這隻是五命的 我們從這邊反而 可以推論他是五命的 他這邊加了一個攻擊力24%的 哇靠他 他直接給五命給我們測試 所以我們從這邊可以驗證我剛剛的 我剛剛的說法對不對 你看哦 他現在攻擊快不見了哦 我們打個Q 拿攻擊力24% 然後記得打1 核心攻擊會好了 核心好了 然後再打一個核心攻擊 然後再重置1 然後再打個1 就這樣 他就這樣完了